这绝对是你见过最无厘头的师生关系 全班学生在课堂上竟对着老师扣动了板机 面对突如其来的枪林弹雨 老师却显得游刃有余 一边用极快的速度躲避着子弹 一边轻松的给学生们点名 一轮骑射下来竟然一枪未中 甚至有学生主动抱怨 老师啊你老人家的速度这么快 我们还怎么杀死你呀 之所以这个世界上会有如此荒唐的事情 还要从这个长得像章鱼的老师说起 今年年初一场大事件在这个世界上发生 月球被炸掉了七成变成了月牙形 就在全世界震惊于是谁如此丧心病狂之时 一只章鱼怪突然出现在了闷秋学院三年一班 如此魔幻的展开让全班同学大受震撼 这都什么个什么呀 但这竟然还是各国首脑共同商议后做出的决定 原来是因为这个章鱼怪的战斗力堪称恐怖 能轻松做到以20马赫的超音速飞行 一般的军事武器对他不能说不起作用 只能说完全无效 只有特制的BB弹和小刀可以对他造成伤害 但这家伙还拥有高速再生能力 这下可坏了 一个能威胁到全人类的恐怖分子 关又关不住杀又杀不死 所以各国首脑只能以不伤害学生为前提 同意他去一班当老师的请求 不过在他入职的同时 政府还给一班学生下达了一个任务 不惜一切代价杀死他 成功之人将得到一百亿元的奖金 于是一场关于杀与被杀的师生关系 围绕着三年一班展开了 但以为在一百亿的诱惑下 学生们很快就能成功 没想到行动过程一场困难 不论是在背后放了枪 还是在指导作业时发动偷袭 都躲不过章鱼怪敏锐的第六感 久而久之 他变成了学生门口中杀不死的老师 因为没有名字 所以学生们都管他叫杀老师 而这位绑着双马尾的蓝毛 就是本作的男主角小主 没错 这么可爱肯定是男孩子 他对暗杀老师这件事兴致缺缺 毕竟他们可是普通的学生啊 这份软弱的性格 让他成为了校园暴力的目标 几个不良少年照上了他 将一颗手雷塞在了他的手里 该怎么做你知道吧 可别失手了哦 但他们的这点小九九 早就被杀老师看在眼里了 班级里的小透明同学 竟然趁交作业时一刀刺向老师 幸亏老师演技手快将刀子拦住 但没想到小透明竟然顺势抱住老师 在他的脖子上挂着的竟然是一颗手雷 惨烈的爆炸在狭小的教室内发生 几名不良少年兴奋的跑了过来 正是在他们的教唆下 小主才会展开这种自杀式奇迹 但众所周知 有烟无伤 小主竟然被一层薄膜保护了性命 沙老师也没露凶光的出现在天花板上 原来这个张玉怪每个月都要退一次皮 而他正是用退皮在爆炸中护住了自己和小主 不良少年的行为惹怒了这名危险的恐怖分子 只见他以极快的速度穿梭于城市中 再次出现时 他已经将学生们的家门牌带了过来 沙老师威胁道 我虽然被规定不能伤害学生 但可没说不能动你们的家人哦 这恐怖的压迫感 直接就给全班同学吓尿了 不过下一秒话风突变 沙老师生气的原因并不是学生们差点杀死了他 而是因为小主一点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但他的勇气还是值得表扬帝 只不过霸凌同学的不良少年可就惨辣 狠狠地挨了老师的一顿P 那刻 沙老师的形象在小主的眼中勾搭了起来 他想起了自己的过去 原来这所学校实行着严格的等级制度 学习差劲的学生会被打入一班 这代表着这名同学彻底沦为了食物链的底层 任何学生和老师都可以光明正大地霸凌他们 小主就是这么一个备受歧视的小通明 他会执行自杀式袭击的战术 也是想让别人对他刮目相看 但沙老师的关心让他重拾自信 从现在开始 他就是沙老师的小谜弟了 阳光起来的小主还是有很多赏光点的 其中一条就是非常细心 他仔细记录着沙老师的各项弱点 因此很多同学都会找他打听各类情报 今天就有一个名为山野的学生找上门来 他从小主那里得知 沙老师每次帮会前必会在校舍后休息一会儿 于是他准备了一颗装满BB蛋的棒球 暗杀开始 通门是手让善意也非常失落 他感觉自己就是一个一事无成的loser 沙老师见到他颓废的样子 主动在午休时来找他谈心 毕竟沙老师最认真负责啦 好家伙 这部分差点就变成了触手戏的作品啦 好在沙老师并不是在玩什么奇怪的play 他是在测量山野同学全身的肌肉量 现在他知道了 山野的投球是模仿了一位知名的棒球手 但因为山野肩膀的肌肉不够 所以投出的球速才会非常慢 沙老师的话有些伤人 山野听完感觉自己更加灰心了 小主为他出头 斥责沙老师不应该打击人的积极性 但沙老师却表示 我昨天可是特意的找棒球手本人确认过啦 不过山野叫你也不要灰心哟 你的手腕相当柔韧 所以锻炼一下手腕的投球吧 沙老师的教育方式让山野如沐成风 他曾因投球的失败 而遭到棒球社同学的霸凌 成绩因此一落千丈 从而被打入了底层的一班 但在这里 他找到了自己奋斗的目标 小主和山野对沙老师放下了杀意 但不代表别的同学也会放弃 这天沙老师正在销售后的草地上做刨兵 一群可爱的同学们欢快的围了过来 只见沙老师一个瞬移 就将学生们的刀子夺下 接着给他们一人手里散了一束鲜花 但这却让同学们生气了 因为这可是全班同学一起在种的鲜花呀 我们用心培养 你怎么能说摘就摘呀 甚至自己犯下错误的沙老师决定赎罪 不仅主动在花柜里重新种花 还将自己吊在树上 任凭学生们刺杀 这花家的场面震惊心来的体育老师一百年 你们平时玩的都这么花的吗 要说这位体育老师也不是一般人 他名叫乌坚 是防卫省透部的官员 身为特种兵的他伸手矫健 为了监视沙老师特意来到一般就职 他对这所执行阶级制度的学校非常不满 所有学生和老师为了不被歧视而绷进了神经 但沙老师所在的一般 却因为这畸形的世神关系而充满了合理 一时间乌坚分不清到底哪个才是对的 他也搞不懂这么个要炸毁地球的恐怖分子 究竟在打着什么算盘 这肯定是这部番里杀意最浓的学生了 曾经因为小事就将同学打成重伤 停学处分结束后 又将杀意转移到了新班级的老师身上 见到的第一面就主动对其发起攻击 红毛的突然袭击让沙老师有点慌 毕竟连军方都没有把他逼到这个分上 而红毛也一脸笑嘻嘻地表示 将特制的刀片绑在手上就是有奇效 新奇的点子下的沙老师都要后退两步 而一旁的小主也紧张了起来 原来这个红毛名叫赤羽 是小主的老朋友 他脑子很灵光 学习成绩非常好 而且为人仗义 常常帮软弱内向的小主出头 但坏就坏在 赤羽控制不住自己的杀意 总是击二连三地引发暴力事件 所以就被下放到了一班 但这份杀意却引起了政府的注意 他们将杀死沙老师的重任交给了赤羽 而他的存在确实对沙老师产生了彻肘 因为赤羽认准了一件事 那就是沙老师肯定不会伤害学生 所以他尽可能的使用恶作剧 这边将沙老师蒸过的冰淇淋大翻在地 那边就用BB弹炸掉老师的触手 熊孩子行为看得我血压都要高了 但文人试表的沙老师早就想好怎么对付他了 第二天一早 赤羽将一只章鱼放在讲台上作为挑衅 没想到沙老师不仅不生气 反而现场做了一盘章鱼小丸子 用幽默风趣化解了剑拔弩杖的氛围 吃别了的赤羽想在课堂上偷偷开枪 结果沙老师不仅将手枪抢走 还顺便给他做了个美甲 想要在家政课上偷袭 却被调皮的老师换上了一身爱心围裙 颜面尖世的赤羽终于认识到了沙老师的恐怖 他主动找上小主谈心 自己之所以会变得这么暴力 与当年的经历密不可分 曾经赤羽因为学习成绩优秀 被一位施力炎老师所器重 但因为在阻止一场校园霸凌的过程中 将一名优秀学生打成重伤 施力炎老师立刻就换上了另一副面孔 这让赤羽对老师们深恶痛绝 所以他决定对沙老师使出最后一招 你们老师不都说自己一定会保护学生吗 那我就从山上跳下去 你救我就会被我杀死 但小伙子还是太年轻了呀 只见沙老师将出手编成一张大网 将赤羽粘在了上面 沙老师明知道自己会有危险 但仍会拯救学生的行为 感动了赤羽 阴沉黑暗的他终于走出了自己的心魔 沙老师也赞许的说道 你这家伙的沙艺终于变得健康且爽朗咯 江月球炸掉七成的危险分子 面对送上门的大熊美女竟然光速沦陷 露出了一副从来没见过的好色表情 好嘛 本以为你老人家先锋道骨 居然也是个老色批 这个让沙老师都会动摇的金发美女 是一般新来的英语老师比奇 当然啦 这会儿能转来一般的肯定不是一般人 她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美女杀手 靠着一幅好皮囊杀人无数 现在被政府委派来一般杀死沙老师 沙老师的沦陷让比奇决定趁热打铁 趁着上体育课的时间 他再次找上门来 哎呀 人家现在就想喝越南咖啡嘛 常年觊遇的沙老师哪里见过这个 立马就去帮女生跑腿 没有沙老师在场的比奇光速变脸 他对这群小皮孩相当不耐烦 但有一名学生他倒是很感兴趣 那就是小主 比奇老师的强烂连击 直接就把小主玩坏了 纯情的处男竟然把真丧的小笨本交了出来 这下比奇对沙老师的弱点料如指掌 胜券在握的他立马着手布置陷阱 该自己上的课也让同学们自习 这让很多想学习的同学非常不满 吃雨甚至取比奇的谢阴 称呼他为比奇老师 沙老师很快从越南归来 比奇老师立刻摆出了一副立场的面孔 哎呀也会来一下仓库呗 色心大气的沙老师哪还管得了那么多 殊不知这间仓库早已被布下了天罗地网 只见比奇老师躲在了黑板后面 瞬间枪声刺起 三台中极枪喷出了恐怖的火手 比奇相信不会有生物能在密集的火力网中存活 但是他的对手可是无敌的沙老师啊 不仅毫发无伤 甚至还将躲在暗处的杀手一网打尽 原来是因为他的嗅觉相当的灵敏 早就吻出了仓库内的火药味 于是先下手为枪 烟梦败露的比奇惨遭沙老师触手play 具体情节没法过时 反正大家看着比奇老师一脸被玩花的表情 应该就知道发生什么了吧 刺杀的失败让比奇老师感到异常屈辱 一般的同学也因为天天自习而不待见他 不知所措的比奇只好去找体育老师乌坚 谁知乌坚竟然带他观察了杀老师和学生的日常 在这个三年一班 大家都在努力扮演好两个角色 你如果无法升任老师 那就趁早离开吧 乌坚的一番话让比奇幻然醒悟 他决定在完成暗杀前 先当好一名老师 认真上课的他让同学们光目相看 只不过在同学们口中 比奇老师这个称呼彻底改不了了 化学课上 一位眼睛妹竟然手持试剂走到老师面前 光明正大地说道 老师这是毒药请您喝了吧 如此直求的暗杀方式 让全班同学都有一些尴尬 这时候上当啊 但我们认真负责的沙老师 竟然接过他的毒药将其一饮而尽 剧烈的毒素让沙老师的脸色都变了 只不过也仅此而已 为鼓励学生的积极性 沙老师决定私下给眼睛妹开小灶 咱们一起研制出能毒死我的毒药吧 好家伙 您的教育方式 连见多识广的小组都表示震惊 眼睛妹的名字叫奥田 是那种标准的高IQ低EQ的人才 社交对她来说呢是相当痛苦 因为她无法理解他人的想法 这也使得她的文科成绩相当差劲 但却非常擅长讲究逻辑思维的理科 沙老师文言将一张家庭作业纸条交给了她 擅长化学的奥田 第二天就将药剂调配了出来 沙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将她喝了下去 进化为金属史莱姆的沙老师 变得更加放肆 可以随意出入同学们的课桌 原来奥田调配的根本不是什么毒药 而是让沙老师细胞活化的强化剂 奥田顿时感到一阵失望 我尊敬的沙老师竟然在骗我吗 但沙老师却问起了一旁的小主 要是你给我下毒会怎么做呢 小主思考了一下便回答道 我会将毒下在你喜欢喝的果汁里 然后骗你喝下去 沙老师赞赏的说道 对呀 想要下毒杀死我 也是需要浅词错句的 所以我能好好骗人 请你锻炼一下将毒药 交给对方的语文水平吧 沙老师的一些话 让奥田重获自信 他决定对自己不擅长的文科发起挑战 校方带头组织的校园霸凌有多离谱 由雪渣们组成的一般的校舍 身处偏远山区 东梁下段没有空调 每逢校会 一般学生都需要走过几公里的山路 跨越毒舍遍蔽的森林 提前其他班一步 在体育馆排好队 接受全校师生的言语嘲讽 但今年的一般和往常有些不同 帅气的乌坚和美艳的比其两位老师 帮他们转足了面子 沙老师更是在暗中维护着同学们的尊严 会后两名炮灰形龙炮将还赶来找小主的麻烦 被我们的男主用一双充满杀气的眼神瞪了回去 但这一行为却引起了一个人的不满 那就是这所学校的李市长 学校内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离谱的现象 全都要拜这位李市长所赐 他认为将好学生霸凌差生的行为合法化 可以有效地激励学生们的上进心 这在他的心目中是比暗杀沙老师这种恐怖分子更重要的事情 而身处一般的小主竟然敢反抗合法的霸凌 这在李市长眼中属于大逆不道 所以他主动掉上沙老师 希望他可以处理这个问题 沙老师对此也很没辙 你让他炸月球这不是问题 但在权力手腕上他根本不是领事长的对手 所以沙老师只能选择另一条路 那就是拼尽权力给全班同学补习 让他们在其中考试中拿下好成绩 但一般的学渣们对学习兴致确确 学习哪要杀死你哪一百亿容易啊 这校局的态度惹怒了沙老师 愤怒的他在校舍门口刮起了龙群风 在沙老师带来的压迫感下 其中考试如期举行 考题的难度非常之高 连平日里认真学习的小主都眉头紧锁 但关键时刻 他想起了这两天沙老师的补习 一瞬间下笔如有神 一般全体破天荒地在考场上超场发挥 但沙老师还是低估了理事长的没节奏程度 这个狗东西竟然临时修改了考试范围 并且没有提前告知一般 超纲的题目打败了一般的学生 全班成绩惨不忍睹 但赤羽气在这时站了出来 他竟然拿到了接近半分的成绩 原来是因为他学得太快 沙老师提前为他补习了一些超纲的内容 赤羽表示 我可以依靠这个成绩摆脱一般 但我可不打算再杀死你之前离开哦 所以你想逃走吗 赤羽的一些话感动了沙老师 他也看到了同学们为了考试而做出的努力 于是时生之间和解 消息内再次充满快活的空气 结束了其中考试 三年级学生即将迎来快乐的毕业旅行 但学校的霸凌行为将旅途搞得有些变味 成绩好的班级做商务舱 掉车位的一般只能做二动作 其他班可以享受单人单间的豪华酒店 一般就只能住进破败的小旅馆 一群人挤在同一间大同铺 好在一般师生并没有因此不开心 大家依然对旅行充满了期待 但最激动的还得是沙老师 他竟然熬夜编撞了厚厚一本的毕业旅行指南 里面介绍了京都这座城市的所有景点 以及以上特殊情况的处理办法 厚厚的一本包含着老师沉甸甸的心意 除了不适合带着去旅行外 没有缺点 小主也对旅行抱有着美好的憧憬 与他同一组的男生为赤羽和山野 女生则有小主的好友绿发妹小峰 眼睛妹奥田 以及班级女神有希子组成 他们这组人专门留恋于京都古老的小巷中 数不时危险僵致 一群不良少年突然出现 他们早在火车上就盯上了友细子的美貌 现在四下无人正是出手的好时机 大驾专业护赤羽自然不会怕这些臭鱼乱虾 三两下就解决了几个婚婚 但对方是真的不讲武道 竟然抓住了小峰和友细子当人质 没办法 赤羽之号放任对方群殴 山野和小主也挨了一顿毒打 只有躲起来的凹田逃过一劫 小峰和友细子两人可就惨了 他们被抓到了一处秘密据点 不良少年的首领竟然认出了友细子 原来这个外表文健的乖乖女 竟然也当过不良 茶窗友细子伪装的首领放声大笑 哈哈哈哈 你们这些好学生四下礼合 我们也差不多嘛 所以咱们一起找点乐子吧 小主和赤羽等人的出现 让首领大吃一惊 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只见小主拿出了那本厚厚的旅行指南 原来神经妙顺的沙老师早就料到会发生这种事 所以提前一步在旅行指南中写出了应对方法 一些人按图所及 轻松找到不良少年的据点 眼看就要和对方打起来 更强的外挂出现在现场 那就是沙老师 文人士表的他这次是真的动怒了 毕竟这些渣子们可是动了他心爱的学生啊 绑架事件完美解决 存获自由的游戏子变得开朗了不少 原来他出生在一个控制于很强的家庭里 为了逃避可怕的父亲 他用当不良少女的方式来发泄压力 但一般温暖的氛围让他找到了归宿 存此一号 这世上少了一位需要逃避的少女 搞定了绑架事件 沙老师又重新回到班级的怀抱中 热情的同学们用新一轮的暗杀来迎接他 趁着在景点观光的功夫 躲在暗车的狙击手早就描述了他的脑门 这个专业的狙击手受雇于政府 身为国家代言人的乌坚 早在旅行开始前就通知了全班学生 你们一定在行动中配合这名杀手 失诚之后 一百亿的奖金人人有范儿 但奈何刺杀目标是沙老师这么个狠角色 从没失过手的杀手不出意外的失手了 但这一次失败并不会让他感到气馁 很快他就得到了第二次出手的机会 学生们将沙老师引到了一部年代剧的拍摄现场 趁着沙老师看着入神的功夫 杀手再次瞄准他的头颅 没想到手养难难的沙老师竟然混入剧组 自己登场当列会演员 剧组混乱的情况让杀手没法出手 第二次机会又这么白白错过了 但学生们非常给力 很快就为他创造了第三次暗杀机会 高塔上的杀手早已就位 这一枪必要取你性命 三次事外的刺杀让杀手彻底尾了 他干着行这么多年 什么时候受过这委屈啊 没想到刺杀目标沙老师主动找上门来 他是请杀手吃饭的 在沙老师眼中 学生们为了配合杀手的行动 提前对这座城市做足了功课 在这期间他们有更多的机会 领略城市的魅力 这正是旅行的意义所在 所以沙老师不仅不讨厌杀手 反而还很感激他 沙老师认真负责的态度感动了杀手 他决定筋盆洗手 从此只专注于眼前的景色 更完心灵吉堂的沙老师回到宿舍 此时已经是深夜了 全班同学不约而同的 开始讨论琴修修的话题 男生这边在玩真心话 所有人都必须说出自己感兴趣的女生 本应是男生们的私密谈话 却被躲在门后的沙老师听了个一清二楚 这万一传出去男生们全都在射死 所以沙老师你今天死定了 一路套村的沙老师躲到了女生寝室 女孩子们此时正在和笔记老师谈论着感情史 突然出现的沙老师只听不讲 这可是聊感情话题的大忌 生气的女生也对他展开了追杀 一时间沙老师被全班同学追到了穷途末路 不得已只能躲进了最后的净土 无间老师的房间 而一般的毕业旅行 也在如此吵闹的环境下落下帷幕 你敢相信 这个长得像冰箱一样的黑色机器 竟然是新来的转学生 名叫刚倒的男生立刻表示 我很崩溃 他一直以为转学生会是一位紫毛美少女 甚至还把人家的照片设成了手机壁纸 没想到啊 梦中情人 现实中甚至不是人 这台冰箱名叫次律思考固定炮台 是军方最高级的科技产物 由宙斯顿级战舰的AI作为核心处理器 拥有非常卓越的分析判断以及学习能力 因为沙老师不能伤害学生 而军方厚颜无耻地将炮台当作转班生插入班级 所以沙老师也不能对着他做些什么 于是 再来到一班的第一天 炮台将就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只见他的两边伸出了大量炮管 不用分说就展开了扫射 密集的弹幕被沙老师轻松躲开 但炮台将却毫不在意 在简单分析了数据之后 立刻开始了下一轮的扫射 等以为沙老师依然能够轻松躲开 没想到炮台将竟然用藏子弹的方式 打碎了沙老师的一根触手 这份恐怖的进化能力让沙老师满头大汗 炮台将也自信地表示 现在杀死你的概率不到0.001 但就这么让我打到毕业 杀死你的概率就能升到90% 这并不是无稽之谈 在上学的第一天 他足足进行了215次射击 密密麻麻的BB弹铺满了教室的地面 这引起了同学们的不满 您老人家射击影响到我们的学习了呀 于是第二天 炮台将就被同学们绑了起来 学生们的戳手干涉 让炮台将不知所措 沙老师却在这时失以援手 他虽然不能伤害学生 但没说不能给学生升级呀 所以是时候给AI升级换代了 被沙老师改造后的炮台将 竟然变成了一名美兽女 收招能力拉满的他 轻松和学生们打成一片 要好的女生 甚至称呼她为绿子 但沙老师次次改装的行为 让军方非常生气 他们拆除了绿子的升级硬件 将他的AI彻底格式化 并规定 沙老师给学生软硬件升级 也同属于伤害学生 本以为这下子沙老师就没辙了 但他们还是年轻了呀 在与同学们的相处之中 绿子的AI竟然觉醒了自我意识 他自作主张地将这份意识保存起来 躲过了格式化 从此一般又多了一名可爱的学生 是一名温柔善良爱交朋友的智能AI 绿子的事件完美解决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放在笔奇老师身上 这个兼职当老师的杀手 最近很招同学喜欢 课堂上教书的内容 全都和恋爱有关 凡是答不上问题的学生 都会被老师施以强吻的惩罚 哦 姐姐 我场景很差 请务必这么惩罚我 笔奇在当老师这方面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本质之夜就做得很差了 他用尽办法也无法伤害到杀老师分好 这让他有些苦恼 这个发动袭击的人名叫罗师傅 是传授了笔奇安杀技巧的老师 体育老师乌坚和他算是熟人 毕竟这家伙曾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杀手之王 隐退江湖后 从事着训练徒弟和杀手中间的工作 正是他将笔奇推荐给政府 但因为笔奇没有杀掉杀老师 罗师傅对他非常失望 决定让这个不成器的徒弟撤出本次行动 但笔奇老师并不想半途而废 试图俩因为分歧险些大打出手 任务目标杀老师突然出现 他提出你们不如搞个决斗 在一天时间内成功暗杀乌坚老师的人为胜者 如果罗师傅赢了就可以带坐笔奇 但如果笔奇老师赢了 那就得留在一般哟 精明老练的老江湖 罗师傅能同意这种对决 他能 因为他非常了解自己的徒弟 暴露身份的笔奇 暗杀能力其实相当差劲 所以他有自信在对决中取得胜利 果不其然 笔奇在乌坚面前表现得非常刻意 又是送饮料又是投怀送抱的 连学生们都看得出来 你明显是没安好心啊 徒弟的暗杀失败 师傅也没好到哪儿去 趁着吴坚老师工作的时间 罗师傅竟然选择了 最为直接的正面偷棋 惨造特种兵吴坚空手夺白刃 他甚至还反过来威胁这对杀手仕途 你们今天没干掉我后果自负哦 这直接就把笔奇老师吓傻了 于是他决定使出最后一招 午休时间笔奇主动较成了吴坚 他没有刻意使用美人计 反而知识罗表示 我来刺杀你咯 吴坚立刻绷进了神经 没想到笔奇竟然绕到了他的身后 用一根钢锁将他掉翻在地 但吴坚优秀的身手 使他拦住了笔奇的匕首 眼看就要功亏一块 吴坚却突然反水 让笔手顶住了自己的胸口 原来他也舍不得让笔奇老师离开 人下大度的笔奇守住了老师的职业 而罗师傅也看出了徒弟的努力 决定将任务继续交给他 笔奇老师保住了兼职 班里应该会归于平静 但没想到又有一名转学生即将到来 据栗子所说 这名学生本应和绿子合作暗杀老师 但因为对方过于强大 绿子不配当他的搭档 所以稳来了几天 绿子的一番话给全班蒙上了一层阴影 而班级的大门也在正式打开 这个一喜百意的家伙 名为白先生 是转学生小赢的监护人 白先生看起来人出无害 小赢就吓人多了 他竟然撞穿了校首的后墙进入教室 刚一出场就主动挑衅暴力分子吃鱼 然后走到沙老师的面前 称呼他为哥哥 最后还向沙老师下战书 放学别走 这几天的信息量震撼了全班同学 沙老师自己也是一桶污水 我这怎么还多出了一个弟弟啊 全一班就怀着这种忐忑的心情 终于等到了下午放学的时间 学生们将课桌椅收至四周 流出中间的空地作为决斗区域 白先生顺势提出 被打出决斗区域的选手就判定为父 规则已定 决斗开始 一即将触手斩断的 竟然是小银头上纷飞的触手 一间教室里竟然出现了两只飞人类神物 这情况百年难得一遇 但沙老师却陷入了暴怒 质问小银是从哪儿得到的触手 白先生并不想和他多逼逼 从袖口中放出炫雾的紫光 沙老师顿时感到浑身僵硬 小银趁机发动攻击 沙老师不得不使用退皮逃过一劫 但退皮会消耗大量的体力 小银趁机发动进击 她的进攻竟然追得上沙老师的20马赫的速度 一般同学们首次见到被打得如此狼狈的沙老师 但沙老师却想得了应对之法 他沉着小银下一次攻击的剑系 从小主的手里拿来了一把凡老师匕首 对出手有齐下的匕首轻松画起了小银的攻击 接着用推下的薄膜将他包了起来扔出窗外 胜负里分 但小银这孩子却有点不地道了 不承认失败的他竟然进入了暴走模式 头上抱出了多根漆黑的出手 朝着沙老师就拱摸过来 白先生就突然发出一发子弹将其击倒 身为监护人的他认为 小银现在不适合上学 所以强制要给孩子办个休学 沙老师本想阻拦他 没想到这家伙的衣服 竟是樊老师才知之称的 出手摸上去就会被溶解 没办法 只能放这对神秘人离开 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沙老师向同学们曝光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其实我是一只人造生物 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老师 暗地里竟是一个变态人渣 昨天还自掏腰包请同学们吃甜品 一起高呼 We are family 今天就敢对学生挥出罪恶的拳头 而这也只不过是他 立即斑斑的老师生涯中 一次再普通不过的执教罢了 这个可恶的人渣名叫银刚 是乌坚老师在部队中的后辈 早在服役期间 这个小心眼的家伙 就非常嫉妒优秀的乌坚 正好最近乌坚在暗杀沙老师这件事上陷入僵局 银刚便主动申请担任助手 于是便顺理成章的进入一班担任武术指导 他的真实目的是训练出一名终极杀手 杀死沙老师 将本应属于乌坚的功劳抢走 而他的训练方式那是相当不当人 一天到晚除了训练就是训练 腰瘦了 体育老师都能占数学课了 毫无休息时间的训练计划 让同学们很是不满 名为羊斗的黄毛主动提出抗议 却结结实实的吃了一剂西装 银刚和善的表示 我们是一个family 所以我就是你们的家长 小孩子就是要听家长的话哦 否则就别怪我管教你们了 这番话说的太过人渣 连柔弱的有妻子都主动起身 明确表示自己更像上乌坚老师的课 但银刚这玩意儿根本不懂得怜香惜玉 对着漂亮的美女少爱就是一记大比赌 甚至还恬不知耻的向中学生们 摆出战斗的架势 你们要是不服气的话 那就和我打一架啊 银刚的棍棒教育让乌坚很是不满 他喝止了这荒唐的一幕 沙老师更是陷入暴怒状态 你这个人渣伤害我最爱的学生了吧 没想到银刚的嘲讽竟能拉满 面对沙老师临危不乱的表示 体罚就是我的教育方式 如果你不服气 可以去教育局举报我 难不成您老人家因为教育理念不同 就要打我一顿吗 银刚的言论乍一听没什么问题 沙老师只能转头求助吴坚 只有同为体育老师的他 又全力否定银刚的教育理念 但还没等吴坚有所行动 银刚那边就又打算对学生下毒手 吴坚赶忙拦下那颗罪恶的拳头 但银刚明显有备而来 你想要否定我的教育理念是吧 那就选一名你最得意的学生和我打一架 打赢我就离开 当然是用真刀真枪玩命哟 这是银刚在军队中常用的杀威报 新兵蛋子们常常会被这招吓到腿软 只能惨造银刚暴打 但这里可是藏龙卧虎的暗杀教室啊 吴坚拿起匕首 将他交给了自己最信任的同学 居然是瘦弱的小主 面对吴坚老师诚挚的眼神 小主一改平日里软弱的形象 坚定的接下了这场不公平的对决 因为他的内心早就已经有了盘算 没错他并不需要打败强壮的银刚 因为他只要杀死对方就可以了 只见小主微笑着朝前方漫步走去 突然间一刀划向银刚的脖子 这个人渣后知后觉的发现 自己刚才可是差点死了呀 但小主的恐怖才刚刚开始 毒蛇般的小主彻底击溃了银刚的心理防线 脆弱的人渣立刻陷入了无能狂怒 恨不得将小主当场活剥 关键时刻 吴坚老师吸来一肘 用物理手段让银刚强行冷静 不干人事的李市长也终于干了回人事 他厌恶银刚只有暴力的教学方式 用一封开雏通之书将它炒了鱿鱼 一般同学因此非常开心 他们又可以迎来吴坚老师的体育课啦 经此一役 一般师生关系变得更加团结 在沙老师和吴坚的带领下 他们成功在棒球场上战胜了棒球社 苦练手腕透球的山野大放异彩 成为了最闪耀的明星 为了奖励努力的同学们 沙老师带他们来到山间的一处隐秘地点 他在这里凿出了一片游泳池 一般同学们因此非常兴奋 纷纷换上影装 进入了下雨模式 沙老师本人也相当亢奋 他其实非常怕水 因为出手吸水后会变得肿胀 但这并不妨碍他和学生们玩得不亦乐乎 在如此欢乐的气氛中 只有一名同学显得格格不入 那就是不良少年四版 这家伙是标准的坏孩子 自己不学习还不想让别人学 但偏偏这所学校 好学生可以合理霸凌差生 依靠全都能说话的他 失去了立锥之地 无所事事的四版 人生只剩下了一件事 那就是杀死沙老师 拿下一百亿 但看着同学们和沙老师的关系越来越好 他渐渐感到了疏离 生气的他 甚至当众颇杂杀虫技 被战斗力更强的赤鱼 好好修理了一顿 当然 四版也不是乱在班里大闹的 有备而来的他 上面有人 正是神秘反派白老师 一切行为都是他所指示的 酬金仅仅十万块 白先生计划 第二天让四版将全班同学 引入游泳池 接着扣动伪装成警报器的手枪板机 他就会派小莹来杀死沙老师 鼠目聪光的四版 当然没想太多 满口答应下来 第二天午餐时间 四版来到了教室 沙老师此时的状态不太好 黄色的大圆脸上 不断冒出鼓鼓的粘液 原来 昨天泼散的杀虫技中 含有能让沙老师过敏的花粉 四版甚至对沙老师提出决斗 并邀请全班同学来到泳池旁配合他 同学们碍于情面 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 于是 四版对着沙老师扣动了本机 一般全体同学身陷绝命危机 幸亏沙老师主动出手 才保证他们幸免于难 但他的出手却因此沾满了水 而能保护出手的粘液 因为花粉而流光了 此时的他肿胀的像是一颗气球 白老师想要的正是这个结果 他派出小莹对沙老师发起攻击 而一切的罪毁祸首 四版此生也心太炸了 他人再坏也没想过 要伤害同学啊 在恍惚间挨了翘课的同学赤羽一拳 我知道你他们的本性不坏 但做了错事就给老子负起责任了 赤羽的一拳彻底搭向了四版 他主动给同学们会合 并诚恳地拜托赤羽 你脑子聪明 鬼点子多 所以想个主意吧 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做的 面对如此坚定的四版 赤羽温柔地表示 那你就去送死吧 只见四版之身 进入了沙老师和小莹的战场 他脱掉了衬衣 向小莹发起挑衅 脾气火爆的小莹 一触手就砸在了四版的身上 好在他足够强壮 没有受伤 但小莹就没那么好运了 他竟然也打起了屁屁 原来 四版的衬衣上 还残留着昨天的花粉 近距离接触的小莹 也产生了过敏反应 沙老师趁其 就向了山崖上的同学 其他学生就围了上来 将河水扑向小莹 一瞬间 她的触手也中断了起来 至于在野盘微笑道 这一下 你们也没什么优势了呀 还要继续打下去吗 四肢战败的白先生 决定撤退 沙老师却对小莹 发出了上课的邀请 这个充满暴力的熊孩子 竟然犹豫了 而射命下毒的四版 也因出色表现 被大家原谅 他终于能和一般的同学 玩在一起了 超能力班主任 为提升全班成绩 能有多拼 不仅用超快的速度 造出残影 在同一时间 为全班同学补习功课 甚至补习将弱点 暴露给学生 毕竟她的命 可是值100亿呀 同学们都憋着 要杀死她呢 沙老师的弱点 正是她的触手 只要断掉一根 她的行动力 就会被削弱10% 于是 她向全班同学 许下承诺 只要在接下来的 期末考试中 班级里 有一位同学 拿下了单科成绩 年级第一 那她就允许那位同学 打断她的一根触手 杀死她的几率 也会因此大大提升 这可是同学们 离100亿最近的机会了 一时间群情激愤 大家纷纷投入了学习 但仅仅是沙老师的激励 并不能影响到所有人 真正让全一班 努力学习的 还得是来自学校的骑士 众所周知 一班是由学渣们组成 那么A班 就是完完全全的 学霸班了 其中有五名同学 尤其出色 被称为校内五英杰 而在五英杰中处于首领地位的 正是学校理事长的独自 在所有学科上 完美无瑕的超级好学生 学秀 有他们五人存在 一般想拿到当课第一 男上加男 于是 班长鸡背 邀请小主等人 放学后 一起去图书馆自习 大家努力学习的样子 让沙老师深受感动 但沙风景的家伙 却在这时突然出现 来者正是除了 学秀以外的其他四英杰 他们以A班学霸的姿态 高傲地想要将小主等人 赶出图书馆 甚至还有一位油腻的渣男 直接对一般班花 又西子动手动脚 被鸡背班长和眼镜妹 奥田亮人怼了回去 四英杰则对他们强硬的态度 不以为意 一名眼镜绿毛提议 你们也别不服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咱们就比期末考试 哪个班的单科年级第一更多 赢的班可以对输的班 提出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 本以为小渣们 肯定会被吓得屁股尿流 谁能想到这届的一般不简单 这些养尊处优的好学生 哪里见过这个 立刻就被吓得夹着尾巴跑了 但他们这一闹 全学校都知道 A班和一班打赌了 这下A班骑虎难下 这场赌决不接也得接了 身为英杰老大的学秀 表示头很痛 你们这些猪队友 能让我省点心吗 但他其实早就想好 胜利后该提出什么条件了 那就是让一班签署一份契约书 从此以后 全一班都要给A班当奴隶 不得不说 你人渣的样子 和你爹真的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一班则是全班斗志高昂 在沙老师的教导下努力学习 时间终于来到了期末考试当天 小猪感觉自己就像是 即将登场的角斗士 将要面对名为尸体的怪物 而一般的命运将会如何 全都堵在这一张 小小的试卷上了 这次考试的难度 着实有点高 连五英节都纷纷遮及尘沙 在洛杉矶生活过的斜刘海 竟然败给了英语 反而是一般的金发辣妹 丽英一路披荆斩棘 奉行死记硬背的牙凤哥 在理科上输给了奥田 擅长社会科目的眼睛绿毛 则被击背打垮 有戏子则在语文上 狠狠地反击了油腻渣男 但所有比拼的重头戏 还得是中学生的噩梦 数学 站在擂台两端的 正是万王之王学秀 和究体天才赤羽 这两人的对决 才是真正的王者之战 考试顺利结束 又到了公布成绩的时候了 第一个科目是英语 一英不出意外的 以满分成绩拿下了年级第一 小主也以91分 位列年级第六 接下来的科目是语文 游戏子拿下了一班第一 但年级第一却被无敌学霸学秀抢走 游戏子遗憾屈居第二 之后的主角属于基贝和奥田 他们分别拿下了社会和理科的年级第一 这下一班拥有了三个年级第一 已经在大赌中取得了胜利 但最受人瞩目的数学成绩 此时正要公布 学习天才赤语竟然会在期末考试中惨败 沙老师却在此时跑来捕刀 哎呀你看看你 多聪明一个人 怎么完全没派上用场啊 要是以后还这么怠惰 那就要被同学们甩在后面咯 这番话说的不留情面 连吴谦老师都担心会不会说的太重了 但沙老师却表示 没关系了 赤语这孩子是块普遇 缺少的正是适合的大魔忧 而与赤语针锋相对的学秀 虽然取得了总成绩年级第一 但A班的惨败 也让他在理事长面前抬不起头 这对敌人所经历的一切 竟是这么的相似 期末考试尘埃落定 一班拿下了史无前例的好成绩 身为吊车尾 竟然在总分排名与A班分庭抗礼 连班级倒数第一 都排在全校前50% 这让他们在校园大会上扬眉吐气 而沙老师也将对线承诺 让同学们砍掉自己的三根出手 但一般的同学 可不会这么简单的就放过他 以四半为首的插生四人组 竟然交上了四分 满分的家政课大卷 原来家政课这种复科 一般是不计入总成绩的 但你沙老师又没规定复科不算 所以我们四个也是年纪第一哟 这一下完啦 沙老师要被砍掉的出手 一下子就长到了七根 而且还不是现在砍 全班一日决定 要将这个宝贵的机会 用在即将到来的暑假之中 原来每年暑假 学校都会组织 A班学生前往冲绳度假 所有游玩费用 全部由学校报销 在打赌中取得胜利的 一般统一决定 将这场美妙的旅行 从A班手中夺来 而那次砍掉七根绰数的暗杀行为 会将在这场旅行中 拉开帷幕 为了完成这场完美的暗杀 一般同学可谓是机关算尽 无尽老师甚至请来了 顶级杀手罗师傅训练他们 别看这个杀手之王 对比奇老师非常严格 但在面对学生的时候 却表现得非常温柔 而最吸引他注意的 正是其貌不扬的小主 罗师傅看出 他是一个当杀手的好苗子 于是决定手把手 传说他一招必杀绝技 就在这种热气的氛围中 冲绳之旅 拉开了帷幕 在周密的计划下 全班同学配合得相当默契 美族人消耗负责托主创老师 游玩不同的项目 其他同学趁机勘查地形 部署暗杀要素 由于学生们的热情太过高涨 连身穿性感勇章的比奇老师 都惨遭冷落 没意思的他只好去勾引无间 一对意外的CP产生了 小老师那边已经和同学们玩嗨了 黄色的皮肤在太阳下晒成了黑炭 在同学们的怂恿下 他竟然将拥有一个月CD的退屈神经用了 这下连最后的保命手段也没了 只能跟着同学们来到了远离酒店的水上教堂 在这里 他将迎接全班同学 为他精心凑换了近一个月的暗杀计划 全班同学为了杀死班主任 竟然当众拨起他看小黄树的视频 奇怪的性癖惨遭众人围观 不仅如此 视频还将他见不得人的爱好心数曝光 例如喜欢穿女装混入女性特卖会啦 将免费的纸巾油炸后吃掉啦 整个视频长达一个小时 遭到当众处情的老师根本不用别人来杀 他自己都想换个星球生活啦 但学生们可没打算就此放过他 毕竟这可是他们准备了一整个月的计划 回光时来的沙老师发现 他的脚下早已被海水浸满 原来是涨潮的海水漫过了地板 而七名年级第一的同学 此时来到了他的面前 是时候进入正题咯 沙老师 您还欠我们一人一根触手呢 没办法 学校的承诺一定要兑现 只见七名同学同时开枪 沙老师立刻就被打成了人棍 而外面的同学也在这时开启了行动 以赤鱼和小风为手的私人发动摩托艇 通过拉力绳子将水上教堂扯成了碎片 还没等沙老师反应过来 潜伏在水底的同学立刻出现 利用水上飞板的喷射力 在沙老师周围筑起了一道水质牢笼 漫天的水流让沙老师的行动迟缓 射击组成员趁机入场 甚至连绿子的原型机都从水底出现 一瞬间枪声四起 庞大的火力网瞄准沙老师周围 将它完美困在了场地中心 最后潜伏在水底的两名狙击手浮现 他们是一般枪法最准的两名同学 连杀手之王罗师傅都曾夸赞过他们 而这两人将射出两发 作与夺走沙老师生命的子弹 学生们组成的完美沙阵被庞大的水流重开 乌坚和笔其两位老师赶忙来到岸边 指挥同学们不要掉以轻心 随时监视水面 眼尖的小风看到水底有气泡浮现 变化成鸡蛋的沙老师随之出现 这诡异的造型直接给小主证无语了 沙老师则洋洋的意地表示 这可是为师的终极大招 完全防御形态哦 他将全身能量化作一个防护罩 坚硬到连核武器都没办法击穿 从而在刚才的暗杀中逃过一劫 蛋变成这样也是有代价低 这个状态会持续24小时 在这24小时内 他虽然不会受伤 但也将失去行动能力 这下完了 想杀死他几乎变成了不可能 但赤鱼却表示 让我来 他当着沙老师的面 播放他看黄树的黑历史 还将虫子放在他的脸上 如果可以 他甚至会将沙老师塞进大树的内裤里 武剑老师在这时出现 他需要将变成球的沙老师交给政府 沙老师则恢复了往日吸闹的态度 夸奖了全班同学的暗杀计划 因为全世界的军队都没有办法 把他逼到这个分上 大家应该感到骄傲 但同学们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精心策划的暗杀功亏一篑 迎接他们的只有无尽的失落感 但金发力英却突然倒在了小主身边 光头色魔钢倒也流出了鼓鼓鼻血 不少同学此时纷纷倒下 特种兵出身的物件立刻明白 他们是被下毒了 此时电话铃声响起 来电是一名柯南同款小黑 他承认是自己给同学们下了一种神秘的毒药 如果不及时服用解药 中毒者很快就会因全身的细胞四分五裂死去 而这座度假小岛没有医院 想要让他们活命 就怕你们班最矮小的一男一女 将变成鸡蛋的沙老师 送到岛上的另一家酒店的最顶层 限时一个小时 过气不后 这通神秘的电话让物件陷入两难 他万万没想到会有第三方势力突然出现 现在最能解决问题的沙老师没法行动 而派见矮小的小猪和小风 哎呀别说物件了 连四半都担心他们的安危 沙老师就在这时发话了 他虽然无法行动 但还是能当一名军师的 他提前拜托绿子调查了目的地的信息 这是一家建在悬崖上的酒店 正面的安保措施非常严格 但后方的山崖却空空如也 所以沙老师的计划是 同学们从悬崖上徒手爬到酒店 这疯狂的计划遭到了物件的反对 徒手攀岩对一群学生来说太危险了 但一般同学早在体育课上练过攀岩 这一点程度对他们来说如理平地 只有物件老师是最惨的 他要背着冒昧如画的笔记老师 腹中爬山 好在所有人顺利来到山顶 嵌入行动正式开始 全班同学要面临的第一个难关 就是不满保镖的一楼大厅 想要这么多人全数通过相当困难 笔记老师却表示 看我表演吧 笔记老师依靠惊人的美貌 加上一首精湛的钢琴技巧 将在场所有保镖撩得穿行荡样 吴坚老师趁机带着同学们绕过大厅 第一关成功通过 众人不禁松了一口气 因为从这里开始 他们就可以伪装成普通的游客了 但就当四班等人放松警惕之时 一名路过的花生山大叔突然发动喜机 幸亏吴坚老师反应神速 才救下了两名学生 但吴坚却因此吸入了过量的麻醉气体 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马最后的吴坚只用一揪就将大树踹飞 赶来的同学们将他绑了起来 但吴坚老师就不得不暂时推上了 他刚才可是吸入的 足以将一头大象放倒的气体 现在的他还能在搀扶下继续行走 这身体素质真的是强的可怕 花衬衫的出现让同学们变得紧张 敌人竟然在酒店中安放了杀手 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遇到怎样的危险 但沙老师却一脸开心的表示 毕竟现在是暑假嘛 学生就应该锻炼独立自主能力 这一番风凉话让他惨遭同学们的围攻 连小主都甩着他的脑袋 转了好几圈以示惩罚 去甚至想把他塞进四半的菊花里 打闹过后 也竟然来到了一条狭窄的小路上 他们在这里见到一名金发的外国人 这家伙的战斗力那是相当强 随手一握就能将玻璃抓碎 这要是让他捏到脑壳 怕不是要登场积极 而且狭小的道路上不适合群龙 单挑能力最强的物件又失去了战斗力 正当学生们不知所措之时 拉个男人站了出来 暴力少年齿宇竟然要单打职业下手 沙老师觉得他充满了信心 因为你们看呀 这孩子早已收起了高傲的头颅 身子和眼神都变得认真 看来是在吸取了清末考试的教训后 他学会了低调与内敛 升级后的齿宇果然不同反响 用灵活的步伐与对方周旋 外国人空隐身满力 全都打在了空气上 齿宇则趁其不备 猛攻对方下阴 给外国人疼得立马蹲在地上 齿宇健壮赶忙上前补刀 没想到对方竟然反手喷出麻醉气体 这不将武德的偷袭立马放到了齿宇 他被外国人拎在半空 看来胜负一分 齿宇的这根麻醉气体 是从花神山那里拿到 他早就防备着对方的偷袭 结果还真让他抓住了机会 全班男生一拥而上 将外国人捆了个街市 而迟疑此时 终于暴露出他的恶魔本性 你娘刚才敢偷袭我是吧 那我就只好让你尝尝 往鼻孔里滚辣椒芥末的刑法咯 面带恐怖笑容的天才杀手 居然当众身穿女装 娇小的身材搭配可爱的小裙子 竟然没有丝毫为何感 甚至于他的美貌太过耀眼 一名不良少年对着他 露出了猥琐的笑容 我个人为这位被掰弯的 直男默哀三秒钟 小组之所以会穿上女装 这笔账还得算在 最佳损友赤羽身上 因为一般的前进路线 被一道繁琐的大门拦住 想要继续前进 就需要有人穿过一间酒吧 从内部将门打开 但这么多人一同进入酒吧 着实有些显眼 于是女生们集体表示 让我们来吧 吴贤老师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只有女生实在是太危险了 于是迟于表示 那就只好麻烦小组你了 于是伪装成女孩的小组 为了帮女生们打掩护 被迫和不良少年展开了约会 他那边的场面愈发哲学 女孩们这边也遇到了点麻烦 又一群混混围了上来 好在一名女生集中生智 拿出了从比奇老师那里得到的黑道徽章 立马就把两个小混混吓得屁股尿流 一群人也终于来到了反锁的门前 在略是小继引开了门边的保安后 女生们终于打开了那道反锁的大门 只是可怜了小组 差一点就要被迟南白湾 快进到金箭了 通过酒吧的一群人来到了一道走廊 尽头是两名全副武装的保安 金盘洗手的不良丝板主动请鹰 他派出一名跑得快的男生将人引了过来 接着用电机棒将保安撂倒 众人在两人的口袋里找到了两把真枪 沙老师的一夜将他们交给全班枪法最准的一男一女 千叶和宿水 当然绝对不准杀人哟 很快这两名同学就迎来了表现的机会 一名职业杀手拦在了一班的面前 他就是花衬衫和外国人的老大 是一个喜欢用手枪板拉面的狠人 看他舔枪口的变态表情 我们就叫他呃 子安吧 这哥们的枪法相当了得 随手一枪就差点打中躲在椅子后方的宿水 沙老师却突然出现在第一排的椅子上 处于无敌防御状态的他 不具任何子弹 高声只和着全班同学进行走位 同学们文言也是没有丝毫有欲 顶着暴露在枪口下的风险配合老师 杂乱无装的走位 扰乱了子安的视线 给了千叶和宿水射击的机会 千叶起身便胜 没想到子安快人一步 一枪打中了千叶的脑门 但他射中的其实是学生制作的人偶 真正的千叶次时战起神来 一枪将防御吊灯打碎 可怜的子安脑袋遭到重创 接着就被宿水一枪用手枪打飞 宣告叽叽 拿下子安的一班终于来到了酒店的顶层 他们即将面对致使同学们中毒的罪魁祸首 武将老师赶忙布置战术 小主却发现四班同学你脸红得好厉害啊 原来四班也喝下了有毒的饮料 但身体强壮的他无论如何也想帮助同学 于是便强撑到现在 小主同意继续隐瞒中毒的事情 但是还是对他的身体产生了隐隐的担忧 终于到了和幕后黑手硬碰硬的时间 在乌坚老师的带领下 全班同学悄悄地进入房间 他们见到了一个绑着炸弹的旅行箱 看来这就是放置解药的箱子了 没想到小黑突然出现 原来这场潜入已经暴露 一瞬间气氛剑拔怒张 小黑却表示 如果你们敢轻举妄动 我就引爆箱子里的解药哦 众人这才看清小黑的真实身份 正是曾经担任过 一般体育老师的变态人家英刚 自从英刚被小主击败后 他的人生就彻底跌入了谷底 重返部队的他惨遭同僚嘲笑 你这个弱姬竟然没打得过初中生啊 这下子部队算是彻底没法混了 英刚将所有责任全部算在了小主身上 就是因为你 老子已经没脸见人了 吃鱼和四板子帮小主出头 大家都看到了呀 当时是你先跳的事 但这就让英刚破了大房 你们再逼逼 我就把解药给炸了 眼看全一般再也不敢还嘴 英刚摆出了一幅胜利者的架势 他走上了停机坪 然后告诉小主 你一个人过来 如果有任何人妄图帮他 中毒的同学们就死定了 瘦小软弱且内向的小主 只用了一秒钟就下定了决心 他必须要单独面对这个疯狂的恶魔 在与同学们道别后 小主单独走上停机坪 英刚却摁动了机关 一瞬间 通向停机坪的楼梯被炸塌 这里彻底沦为了孤岛 这让一向悠罪的沙老师都紧张起来 他告诉无间 如果小主的安危有任何问题 请你一定要果断开枪 英刚将一把匕首扔给了小主 但他可不想上来就打架 面对这无理的要求 小主没有犹豫 立刻对他摆出了图下作的姿势 然而英刚还不满足 一脚踩在小主脑袋上 全力羞辱着这个曾经打败他的孩子 接着 这个人扎为了让小主崩溃 竟然引爆了箱子上的炸弹 解药化作满天烟化 这彻底杀死了小主心中最后的理智 他在惊恐地看了一眼 深重剧毒的丝绑后 便在英刚癫狂的笑声中 捡起了那把匕首 小主撕散的杀意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但丝绑却站了出来 只见他将刚才用过的电击棒 扔给小主 并且高声喊道 不用在意我呀 你可千万别因为这种人 扎而脏松了自己的前程 所以在杀不死他的前提下 打断他全身的骨头吧 小主闻言 面色冷峻地将电击棒插入腰间 与英刚的1v1决斗正式开始 身为特种兵的英刚 格斗能力相当强 三两下就将瘦弱的小主 揍得找不到呗 心疼小主的小风 且让无坚老师赶快开枪 四版却表示 你们别碍事 我相信小主绝对能打败这个人渣 四版的信心是有道理的 杀鼠之王罗师傅 曾交涉给小主一招必杀技 使用条件有三 第一是需要同时持有两把武器 第二是敌人必须是练家子 第三就是要散发出 让敌人恐惧的杀意 而现在情况完美符合三种条件 于是恐怖的笑容 再次浮现在小主的脸上 他又一次闲停信步地朝前方走去 英刚则惊出了一身冷汗 上次的惨败走马灯似地浮现在眼前 缓慢前进的小主 突然将匕首丢下 就在英刚的注意力 都被匕首所吸引时 小主出其不意地伸出双手 精神紧张的英刚被吓得向后退去 小主顺势掏出电击棒 百万伏特的电流瞬间击穿了英刚全身 也预告着小主再一次战胜了这个人渣 打赢了的小主身知补刀的重要性 他那充满杀意的微笑 成为了英刚往后余生再也挥之不去的梦魇 小主的胜利让同学们非常高兴 但化为尘埃的解药 让众人的开心蒙上了阴霾 就在这时 子安为首的三人组突然出现 他们告诉一般 你们根本就不需要解药了 原来他们是一群很有原则的杀手 毒杀中学生这种事太不道德了 传出去会折损他们的名声 所以华晨山从一开始就偷偷更换了毒药 中毒的同学虽然表现出了可怕的症状 但只需要休息几个小时就没事了 这份意外之喜让全班彻底松了口气 痴意更是向被他虐待过的外国人道歉 谁知人家根本不生气 甚至还大度地表示 我才不会为了四仇而杀人哟 就在这么个大和谐氛围中 成省这里终于来到了尾声 恢复原状的沙老师找上了小主 他赞赏小主在决斗中的选择 并称呼他为自己最得意的学生 那么《暗杀教室》第一集的故事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这部分从设定上来说还是很新奇的 但所表达的内容却都非常现实 质量可以说是相当不错了 大家还想知道后续的故事吗 那就留言告诉我吧 那么我是管姐 咱们下个坑再见咯